瑞海公司真正的股东有两个人,他们就是新闻里提到的于学伟和董社轩。 于学伟曾经先后担任过中化天津公司的副总经理,中化滨海总经理和天津港威化品物流公司的董事。 可以说,他的手里掌握着丰富的客户资源,并且熟知各个环节的利益。 另一个股东董社轩,原名叫董萌萌,是一个官二代,他的父亲是已经去世的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长董培军。 用于学伟的话来说,董社轩他爸是公安局长,他在港口混得开。 就这样,各自拿着不同领域资源的二人走到了一起,在2012年年底注册成立了瑞海公司。 之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,瑞海就迅速崛起,成为天津港唯一一家有威化品经营资质的民营企业。 然而在中国,获得一张威化品经营许可证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一年也批不下几张吧,你的所有的环品,所有的政策批准文件都得有, 然后你还得有相应的一个运输资质,打点各种关系的一种方式,确实是非常难。 特别是民企,那就更是难了。 当然,一切难题在瑞海公司所拥有的关系资源网的帮助下,都以各种不正当的方式迎刃而解。 而言企...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